二次大战之后 有许多国家 这富强的国家 心气了 老人复理思义 美国人带头的 对老人 物质生活方面 照顾得很周到 退休之后 国家每个月 把你的生活费用寄给你 国家养老啊 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有这个制度 我在故地弘法 我对这个事情有关系 每一道一个地区 我都会去看 这个地方老人复理思义 而是以澳洲做的最好 澳洲是得利于地大 人少 澳洲的老人公寓 做的最好 老人居住的环境 就像在公园里面 真难得了 我看了神欢喜喜 政府对老人的照顾 每一天 每一天 澳闭一百月 那是个物质生活 比其他的国家多好 但是缺乏精神生活 比不上中国 古时候传统的家庭 老了家族养年 养老于幼 是家里面最大的两大人物 这个是外国永远没办法想象到的 中国老人 老了之后退休 想天论之路 这个天论之路 你跟外国人讲 他不懂 什么叫天论 他不知道 儿孙满堂 一个大家族 这一家小孩 至少有五六十个 大大小小 围着老人 那真真落 真有落趣 最像澳洲这种老人孕 如果老人孕 给幼儿园和在一起 老人天天看到小朋友 小朋友天天看到老人 把老人看作自己是祖父 老人会爱护小孩 小孩学的是尊敬老人 这是个很好补救的办法 让老年人永远不离开年轻人 不离开小孩 他生活的快乐 精神方面的教育 要特别关照 宗教教育 万年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苦苦 让老人 真正幸福 美满度过他的万年 万年他欢喜 他快乐 这个功德不得了啊 没人知道 学佛的人明了 老人 在临终的时候 心里面平安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怨恨 一定深到好地方 人天亮 如果他临走的时候 满腹的怨恨 他一生对社会付出很多 到万年的时候 没人照顾 只要他有怨恨 多半都是 出生到地狱到 你想想看 万年能够帮助老人 心情愉快 等于说 把他从卧道里头 送到天道 这个功德多大 我参观老人员 他们请我讲话 我都赞叹里面服务人员 他们是天使 他们不是凡人 尽心尽力 把老人当作 自己父母一样孝顺 他就把这个老人 从卧道送到天道 这个功德大 念佛的人帮助他往生 那从凡夫 把他送到佛道 成佛了 这功德多大 没有能够 跟这个功德相比的 这些事 这些道理 只有佛懂得 耶龙